河南省住房資金管理中心日前發布 《關於調整住房公積金使用政策》的通知 當中包括只能在購房後兩年 才能提取住房公積金 有學者分析 這些是為了壓制房地產市場過熱 也反映住房公積金的可用資金量 可能出現不足的情況 企業和員工多年來繳付住房公積金 就是為了購房資用 但是河南省政府就突然改變規則 要購房後兩年才能提取本項 政策已經即日執行 這次的政策意味著今後將無法以償還房貸 商業貸款、住房租金、裝修等原因提取住房公積金 河南居民江女士對自由亞洲電台表示 這次的變動等於是開空投資票 對他們來說買樓只會更加困難 江女士說 我買樓時急需時它是解急的 我就是為了以備不時之需救急 但是現在到我想用的時候又不讓我拿 那就等於我自己存了這個公積金 我自己也作不了主 現在都買不到 我兩年後還拿它來做什麼呢 直至2020年底 中國住房公積金多年來累積 繳存總額為19萬5千億元人民幣 但是去年已經有6千萬人提取1萬8千億來購房 金融學社司令向自由亞洲電台分析 政策變動背後或有兩個原因 第一是住房公積金中可用的資金量出現不足的情況 第二是當局想提高提取公積金的門檻 壓制房地產市場過熱 市令估計河南只是試點 中央要觀察這次的政策 對房地產市場的影響 是否能在其他省份推行 它也認為政策成效有限